哈喽大家好 我是北欧洲快乐的农民 虽然我这些种菜盒子里 或者是这边全盖上了 秋天全把树叶盖上了 但是呢 它还长很多很多的草 杂草 所以今年呢 我想啊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看看从城 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视频里 都是盖着黑的那种塑料布 是为了不让杂草出生 因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种菜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把很大的那种黑的塑料袋子 中间给剪一下 然后我现在把它铺在盒子这场 我这盒子里边呢 秋天都已经失了气氛 所以呢 我想今年试试 这榴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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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榴全做 看一下成不成 看看今年的霞草是不是太多 因为我不想挖土 不想挖草 是因为如果挖了草以后呢 就会破坏整个土壤里的 所有的这种生物的链 生物的环境 我也不想破坏这些 在我的土里边 帮助我很大忙的秋野 为了这草呢 不长出来 所以我把这整个这个塑料袋 整个在盒子起来这样 都挽了一圈 所以呢 它我觉得应该会草要少一点 但是呢 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没有草 这个倒数 用我所有的那个家里边的树枝 木头 然后搅碎了 铺成的道 这样走起来又松了 然后又不泥泥 看我这趟 我这边有塑料布 这个就是比较简易的小阳光房 我给搭过来 但是这里边 特别特别多杂草 所以现在要试点鸡粪 然后呢 再盖上了这个黑的塑料布 这就是鸡粪 住两个月之前 经营的 现在就可以撒进去 鸡粪都撒好了 这溜的 这溜的也撒好了 明天呢 就开始再盖塑料布 黑色的塑料布 已经基本铺好 但是呢 我这个塑料袋没了 所以呢 过两天接着铺 这溜铺差不多了 这里铺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剩这溜了 我这溜在铺上 就成了 种的时候 就在这地方挖一个洞 然后呢 把土取出来点 我放在 我这已经 吃到鸡粪了 然后再放点鸡粪在里边 然后再放点 肥土在里边 然后再把 我育种的苗种进去 这溜呢 是因为有塑料布盖的 所以我想在这溜呢 这还没盖上 因为没有塑料袋了 想在这溜中 所有的我的辣椒青椒 在这溜中 我家这边正在修路 所以稍微炒了一点 今天太阳真好 我这个地方呢 打算铺上石子 然后呢 搁上桌子 在这欣赏我的菜园 这是一个 我的一个项目 要做 要做好了 今年 现在阳光真好呀 看着这阳光 心情就特别好 就不能在家里坐着 就想出来干点活 现在已经不用穿棉袄了 可以非常热 在太阳里照着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小红书